狮子与老鼠 张浩恩 讲述 一天,一只狮子在睡觉 一只顽皮的老鼠想要爬到狮子的背上玩 狮子醒来了,它很生气 狮子要把老鼠给吃了 老鼠拼命求情,它说 如果你饶了我一命,以后我一定帮助你 狮子觉得老鼠的主意太可笑了 老鼠这么小,狮子这么大 老鼠怎么可能会帮助它呢 可是狮子还是饶了老鼠一命 一天,狮子中了陷阱 困在一张网里 无论它如何挣扎 终于咬出了一个大洞 狮子 狮子才可以从网子爬出来 狮子 狮子和老鼠成为了好朋友 狮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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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帮得上忙 故事结束了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 Please subscribe